大家好我是阿剛好久不見 大家新年快樂 那我們今天來講一下單真的東西 今天來講一下他的思路 我先聲明這個思路是我自己看了一些作品 做了一些東西的一個心得 那單真的東西其實是很多其他簡潔圈子 像可能AMV之類的 他們就玩的比我更厲害這樣 我就是給大家一個僅供參考 那我們馬上就開始吧 首先先講一下單真大概是什麼時候會用到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範例片 我們發現就是這邊一開始是有動態 然後到後面是完全靜止 然後到這一刻這一瞬間他是有一個比較爆發性的一個動態 從靜止到爆發性 當然你可以看到前面是有一點醞釀 但是呢因為他的原版我拉給你看 他其實是有個預備動作的 他的預備動作是回頭頭轉過去 頭轉過去的時候你就可以差不多預知到就是說 他等等會頭抬起來 然後可能一個爆發這樣 回去一個爆發 其實原版這種的情況我就不太會需要加轉場 角色已經自帶一個預備動作 所以說整個畫面就不太會 就是突兀或者說有點接不上來 像假設如果我 故意裁切成沒有預備動作 像他這樣突然彈起來生氣這樣子 那我覺得就可以再加一個類似單真閃的東西 讓他比較順暢一點 因為單真閃這東西其實 幀數算比較少 那接起來的話也比較好順暢 那這個是我單真轉場的一個 使用的動機思路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就是如何操作吧 這東西說真的就是蠻多 蠻多方法的 其實你網上查就是 我跟你講每個教學都不一樣 那我先講一個 比較簡單basic的案例 我通常在做單真 我通常不會只做一真 大概會做個兩真 那當然可能有些剪輯圈他是三真或四真 那我自己是偏好就是二的倍數 那我們先用二真來做範例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試試看加一個純色塗層 Ctrl加Y 然後呢 裁成這兩個中間 二的倍數 就是 左邊一針右邊一針 然後呢 Ctrl Shift加Y 把它調整 調個顏色 就這樣 就中間會突然有一個 白色閃過去 這樣畫面看起來就會稍微順一點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常見算 而且是最簡單的一個單真 轉場 那有沒有其他比較豐富呢 當然有 我們接下來慢慢講 我們創一個調整圖層 把這刪掉 講一個也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可以加一個invert 然後一樣就是兩個 他就這樣 其實跟剛剛那個有點閃白有點像 但我們可以就是 加一個曲線 Curps 然後把 移到這個invert的上面 我們可以 調一下 參數 可以讓他更明顯一點 但我們調完顏色後我們會發現可能 這個有點短 就是好像 好像有點看不太出效果 我們可以把就是在左右各拉一個 好 這樣可能就更比較明顯 好那除了這些的話 我們還可以再 疊一層調整圖層在上面 然後呢 這兩個就是開始 往兩側縮短一點 底下是四格的吧 中間改兩個 好這兩個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加一些變化 像我們再加個網點 可能 好就稍微調一下 然後呢 再讓他調個顏色 紅色的 這樣他的轉場比較豐富一點 那還可不可以再加呢 可以 我們再往 我們在左右兩邊再拉一個 中間再 放一個調整圖層 這樣就越來越像金字塔 好然後呢 我們可以放個什麼 類似位移的東西 位移的東西 有些人可能會放什麼 transform 我們這邊的話 可以試試看加個offset 然後呢 好 感覺有點 有點雜 我們可以 我們不一定要金字塔 我們可以就是有些效果 這樣疊在一起 好我們可以撥撥看 這樣其實還不錯 那當然就是 除了位移之外的話 我們可以加一些 像是 扭曲之類的 其實像我之前的那個扭曲文字 對有一集在講扭曲文字 其實效果也是差不多 在兩個歌詞中間 然後做一個 扭曲變形的話 這樣也是一個 不錯的文字轉場 我做一個範例給你們看 這也算是一種 文字轉場 就是用扭曲的方式來做轉場 那同樣的話 這個東西可以應用在我們剛剛的那個oneframe上面 我們就在這邊 然後呢 我們可以再 加一個調整圖長 再 這兩個 這個最上面這一層加一個 Tumbune display 然後呢把它稍微 拉大一點 這有一點密 有點噁心 把它拉低一點 大概100多 袋子可以再拉大一點 差不多就會長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加東西有一點多 那 看自己大家自己取捨 我覺得oneframe就是用來突出如果你下一幕的動態或是比較激烈一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可以用來做一個過度轉場用 對還有一個東西可以講一下 這個可以講一下 就是 模糊 模糊其實是蠻多oneframe蠻常用的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direction blur 就是一個方向模糊 然後呢我們把它拉高一點 你看他就會 有點像上下模糊 我覺得 他會有一種 他會有一種動態的感覺 然後你可能如果覺得上下黑病的話 你可以加個那個 Riptile 然後呢 unfold 然後我自己習慣就是 不動腦全部都調500 把它拉到這個direction上面 你看這個就不見了 你看關掉就有 打開就沒有那個東西 為什麼四個角都拉 就是你之後調各種方向都不會有 奇怪的bug 這個的話我覺得配那個offset的效果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 offset 調好或他就會長這樣 我知道我調有點醜 但這是教學 你們大家可以自己去摸一下 我覺得 這東西玩法還蠻多的 然後可以去多看一下其他教學 或者說 看一些其他人作品是怎麼樣操作 就是 這邊就提供一個思路給大家 今天的話就先講到這邊 我是阿康 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下次再叫 拜拜